大家好,我是Samantha Khan,圣塔克拉拉县环境卫生消费者保护部门 今天的讯息是告诉大家,除了留在家中,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帮助缓解新冠病毒COVID-19的传播 每次您出门进行不可或缺活动时,例如购买杂户或药物时,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请戴上面罩 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可洗布料,用以遮盖嘴和鼻子 它可以通过打结或绑带固定在您的头部,也可以简单地包买您的脸下部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,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,估计有25%的病毒携带者没有症状 戴面罩将有助于防止新冠状病毒传播,即使没有症状,也要这么做 请不要购买医用口罩,这些口罩包括N95口罩和手术口罩 医用及口罩供不应求,应留给需要他们的医护人员 以便为我们的社区提供医疗保护 记住,戴面罩不能替代其他措施,它是为居家避疫6英尺或2公尺或以上的社交间距 经常洗手之外的一个加强措施 在触摸脸部或面罩前后,务必洗手或使用干洗手 请浏览COVID-19网页以获取更多指引 然后选择您首选的语言,转到末路,然后选择面罩 谢谢 谢谢